这不就许致盛吗 我们今天要干嘛 看你 看你 哇 他好帅啊 心底下先给他报点 未来不就是因为 苹果子吗 想看你再改 有个人回头他说 姐妹 你想吃整瞎了 我今天可是下个血本了 我是一桌 够够贵妻 太有成绩了 太贵了 他敢在我这儿找涮体呢 好找吗 晚期到晚行之 报给一个许致盛 是不是也挺厉害的 你眼睛马上是这样子的 这不就是属于胜吗 我睁开了 他眼睛是谁 能睁开 我刚出生的时候 那个接生的医生说 哎呀 哎 哦 能睁开 能睁开 哈哈哈 家教别害怕 我是绝对带不进去 让他感受一下 光明 感受一下光明 成功了 但我的世界 没有影响光明了 咱拿一个 金光闪闪的东西放了 放松 我没事 我不紧张 多久没人家看自己了 那确实很久 我比较喜欢看美好的东西 一会儿我好好看得够 哎呀 我像那张水果 要是不就这样吗 你看 老师已经紧张出汗了 给你守汗吧姐们 紧张吧 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一些 这是保湿的吗 是 不给你不给你 我配用吗 哈哈哈 用了这个皮肤吹弹胳膊 哎呀 哎呦 哈哈哈 演技有点做作吧 sorry sorry 电影压箱吧 我给你抹人看看 我的妈人吃粉皮太丝滑了 这有听说过 水光机吗 朋友们 咱现在你看啊 已经不太好了吗 是 你抹你也好 这不谁抹谁好的娃呀吗 别人我不知道 我就说我自己 一方面确实是对这个 改成啥样很好奇 其次呢也确实是 这种东西 要是不赶你这儿 我是一辈子 不会往脸上抹 想知道知道咋回事 很神奇这玩意 我特别想笑 眼睛被提起来了 鼻子给粘上了 下面还揭了一块儿 整个我的幽默都被锁死了 我现在就是生动的反应词 很迷茫 最不自信的状态 只能说你这隐形眼睛 是软的好 心已经死了 眼睛太小亮了 谁给我打电话 叶叶叶叶 面都已经不识别了 先打开 这爸怎么该说 说买卖不大吧 就是这种感觉 我感觉我的灵魂回来了 我又是我了我现在 格外安详 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会有睫毛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不少 保护得很好 全身也不经受风雨 今天也见过了 大眼树 大 想通了很多事 同样的方式看人 但你长得不一样 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 其实头上现在都感觉像 棒球帽反弹 这是在干嘛 不对吧 朋友们 这没对 这没对 诶 这他吧 这也就是霸总吧 有点错了 看这有点不一样 这样 其实我平时也是这么推眼镜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后下你戴那种 然后我们靠一下 对对对 可以 带了 哎呦 天呦 这就舒服多了 你回来了 不高兴吗 你不觉得这样很难受吗 行啊 就巫术解除以后 感觉皮肤还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粉底液还是可以 李娜老师回来了 正差了 这是能理解到一些东西 画完出来呢 你知道你是已经被画成了一个特别刻板印象的漫画式的人啊 然后你就看到自己这个脸是胖的 你就能明白 真的是帅的人啊 他应该是很难忍受自己变胖 不光帅啊 就是女生也是 包括说你见过的那些长得好好看的自恋的人 觉得这是你那么讨厌的 哎他看了我一眼 他是不是觉得我还挺好的 我觉得全是误会 长得好看的人应该也挺孤独寂寞的 活该 谁让你们长成那样的 然后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 打扮打扮的 去拍拍那些照啊 就他那个快乐不是说你想象中的 他想吸引别人关注 在脸上那么整 他还是一个手艺的快乐 可能跟你做了一道好菜 那肯定是一种很有意思的 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这个APP你们听过吗 点桃APP 听过 你们这个让点桃也觉得他们的工作特别好干 这是他们第一次办双十一 第一次办双十一晚会 这哪也太好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办那个双十一晚会 就找个我们 看得出来他们省钱的决心 是吧 别人的双十一 你说猫晚 人家猫晚那一台晚会的五美就请得起这些人 剩点钱还能再做一个这样的五美 点桃APP呢 这个也应该是有朋友 刚刚是瞎捧场没用过 听着是新朋友 其实是老朋友 就是以前那个淘宝直播 就是威亚给家琪 淘宝直播全面升级以后 变成了点桃APP 就仿佛是周期末从脱口秀 就天花板变成个脱口秀大王 对吧 怎么说呢 这种行为可以说是毫无必要 多此一举 老师多请问 然后我们这个叫省心大会 我是一个很节省的人 唯一的最大的花销就是请人吃饭 请人吃饭 但不是说我多爱请人吃饭 就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就是跟这些人出去吃饭的时候呢 就是不管是不是我组的局 他所有人都默认 他就得是我请人吃饭 对吧 他还有那个服务员也是很自觉的 就会把收款码递给我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天我没去 就是这些人的时候 看得出来服务员还是很懂的 他没有选择脱口秀大王周期末 他选择了杨丽 杨丽也很得体 把收款码拍下 给发给了 在家的我 谢谢 谢谢 我平时没事刷点桃买点东西 大家看直播买东西 其实我是那种囤日用品的 对吧 没事你就囤点吧 早晚用的到 纸巾 卫生纸 野格 百胃 茅台 野格 百胃 不是买虫啊 就是喝得比较快 消耗大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两年的双十一 已经没有刚开始的时候 那么热闹了 就是以前一年 一度双十一跟过年一样 对不对 一年就只有那么几天是打半折的 但是现在自从像点桃这种直播出现以后 天天都是双十一 动日如年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好 当然除了买东西省钱 还得省心 好的主播主要是帮大家 那叫什么 壁雷 是吧 就是帮你排坑 现在我们其实跟身边的 以前都是没有这种主播的话 就是求助身边的朋友嘛 你比如说买个数码产品 我就会求助网建国 他买啥我就买啥 对吧 想买个金融产品 我就会求助忽兰 他买啥我就不要买啥 就是金融产品理论上 它是一种投资 但是我仔细观察 忽兰的这个风格呢 我感觉就是消费 而且是一个奢侈品消费 就是这种金融产品 就是忽兰的爱马仕 你知道吧 LV 就是他买金融产品 跟女生买那种奢侈品的包的心理 是一样的 就是 也没有必要买 但就是想买 然后买了之后呢 还很骄傲 说将来一定会升值的 放心 唯一的区别就是 人家女孩的包还真的升值 对吧 忽兰就是真的 很奢侈的消费 他不光消费自己的钱 还消费我的钱 还消费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然后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 大家刚刚我看到很多人都购物 那就是网上买东西 你基本上买完一个东西 他就给你推送 但这个逻辑 很多人也都说过很多次了 他那个逻辑呢 他自认为是给你推到新卡上的 全推门槛上的 为什么我刚买了一个东西 他就要给我推一个一模一样的呢 什么人刚买了一台新手机 马上又要买一台手机呢 哪有正经人需要两台手机呢 是不是也太邀请了 但是点桃他好在哪呢 点桃就不会这样 他不会推商品 他推人 他推主播 主播呢你是可以跟他建立一些感情 友情的 对不对 你经常可以刷弹幕反馈给他 他就比较贴心 卖完手机以后 相应的卖数据线呀 手机壳呀什么的 当然他看到我来买手机呢 他就又会卖给我另一台手机 我爸呢也是点桃的用户 他在上面主要买的东西就是各种石头 珠子串 有这样的家长吗 有 每天在家堆一堆破石头 摸盘 跟他们说话 交流 是吧 包姜 弄挂油 有时候我早上起来说 哎 儿子 不着急洗脸 趁着油打 哎 哎 脖子上 鼻子上 这么蹭一蹭 是吧 还保养 保养完之后 他喜欢跟你分享 其实搞年人 他玩这些 他就想跟人交流嘛 但是我显然是不愿意 跟他聊这些的 他就转移了目标 去找一些更好欺负的年轻人 比如我表弟这种 每次来我们家玩 都会抱几十斤的石头走 我说你能不能劝劝你爹 换一个爱好 我说你别说话了 你抱紧点 那石头滑 全是油 你小心 今天我们来了很多脱口秀演员 这些人 其实经济状况现在还行 但是有一些恶习 是很难以改变的 比如说广志最近搬家 发给我一个链接 说李淡我需要一台电视 我点开一看呢 是一个代付链接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要我帮他选电视 也选好了 很贴心 我只要付个钱就可以了 很让人省心的员工 以后呢不用这样 上点档APP 不用自己选 主播帮你选好 今晚呢 今天很诡异 今天除了脱口秀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诡异的画面 是吧 一会儿给你们慢慢解释 今天是分成了两个队 一个队叫淘淘不绝队 前面这边吧 这些这些人啊 淘淘不绝队的朋友 后面那个叫省省不息队 现在还很滑稽 过一会儿会更滑稽的 你们期待一下 然后呢 为了让大家那个好好比赛 大家也看到了 有那个控制的椅子 我们还是请了一些专业的 两位在点档上很厉害的主播 来带队 大家应该也很熟悉 一位是理想 一位是大佐 来担任队长 对担任队长 说喂喂喂 担任队长 为大家省心省钱发放福利 其实主播我也干过一段时间 挺难的 他就是快速地在那个 很简短的时间内 赶紧把卖点说清楚 但是我们这个职业习惯的 我们说什么都恨不得 往里加点梗 幽默一下对吧 然后就被人家那个批评 说你们不要这样 这个一定不能这样 所以这个大佐 理想就很适合干这个工作 没有什么幽默感 很适合做这个工作 我们有请省省不息的队长 知名主持人 知名主持人 在就业的代表 掌声欢迎理想 欢迎来到苏宁一购 618毕业会 今天呢 现场观众都是比较特别 怎么都是女孩 还有 你们出去吧 这些男性朋友 不是啊 不是都是女孩 今天比较特别是 今天我们特意找了很多 2021年的毕业生 还有很多2020年 毕业了 但是毕业晚会被取消了的毕业生 你看左右看一看 你们互相欣赏一下 这么多优秀的毕业生聚在一起 有没有感觉工作更难找了 欣赏一下彼此 男确实男 就是每一年的毕业生都会觉得自己是最难的一届 对不对 都有这种感觉 是吧 放心 不要这样啊 人这一生非常长 今年绝对不是你人生中最难的一年 我们走着墙 好吧 我今年是32岁 我觉得今年就是我人生中最难的一年 希望你们好 希望你们好 祝你们好运 不说这些让人开心的话题 我们说一些更开心的 苏宁一共 把618办成毕业会 还是想给毕业生啊 给年轻人一些福利 今天还有一个主题 叫 叫毕业也要在一起 也呢 是那个野生的也 很巧妙啊 巧妙的客户 你说这么优秀的梗 都是怎么想出来的 客户太有才华了 王建国一辈子都写不出这么好的梗 太幽默了 客户啊 他就想让我们聊一聊 毕业生啊 年轻人啊 野的这一面 我们脱口秀这个行业就挺野的 因为你们在大学也没有听说过 一个专业叫脱口秀专业 所有人都是野户组出身 然后这几年呢 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 很多同学都说 都是说毕业了 想进入这个行业 没必要 没必要啊 就很多同学说 想来我们公司 没有必要 不是说没有必要来 很欢迎大家来 但是没有必要等到毕业 这个偷口秀行业是不看学历的 除非你的学历非常好笑 拿出来看 哥伦比亚大学精算系 你光这么看 这么看是不好笑的 这么看是不好笑的 必须把这个人的简历 和他的基金放在一起 看 就觉得很好笑了 我们公司就是全都是野户组出身 还有这个网敏 大家都知道 他当时来我们公司的时候 甚至还没有毕业 他为了完成第一季脱口秀大会的录制呢 跟他们学校申请了延避 就那个延迟毕业 大家知道 你申请了延避 但其实我当时心里是非常没有底的 谁也不知道脱口秀行业会走到哪一步 不知道网敏的延避和公司的倒闭 哪个先来对吧 坚持下来了 我们公司人员确实很复杂 毕业的 没毕业的 快递员 程序员 这个学精算的硕士 是吧 修汽车的女士 忘记八糟 什么人都有 我招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人呢 其实是为了丰富自己 你说到时候我们公司倒闭了 我拿着这笔简历 我去面试一个苏宁易购的CEO 不是绰绰有余吗 公司是有个董事长的 我们这个董事长呢 啥也不干 啥也不会 但是他的存在很有必要 有他在呢 这样全公司 就可以统一地恨一个人 对不对 提升凝聚力 你们上过班的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如果你到了一家公司 你发现老板 好 恭喜你 你收获一个好老板 如果发现老板不好 收获一群好朋友 对吧 特务秀演员确实是很野 非常散漫 也有人问我 说 但是你是怎么管理他们 怎么激励他们 其实我根本不懂管理 我甚至都不怎么去公司 但是激励他们工作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我只要每天 七八点的时候 给他们挨个打电话 说喝酒吗 喝酒吗 出来喝酒吗 他们就会说 哎呀 今天我要工作 我不喝好吧 我要工作 这个就是我的管理秘诀 其实我是滴酒不沾的 都是为了工作 这个其实给开玩笑 这毕业生以后 你们进了职场就知道 职场还是有一些酒局的 很烦 老板叫你喝酒 怎么拒绝 你就跟老板说 我要工作 对吧 反过来也可以用 同事叫你加班 怎么拒绝 你说老板叫我喝酒 职场是一个 斗智斗勇的地方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 你们知道有一个 就是 我这个英文发音 原谅一下 呆得烂 大家知道吗 原谅一下 就是 就是你们上班了以后呢 会有比如说 这活周五以前交给我 呆得烂 给大家分享一个 职场的生存的秘诀 千万不要在呆得烂以前 提交任何工作 好吧 老板说周五交给我 你切儿切儿下午就给他了 那你就完了 你这一周就是不停地 改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讲的 这一切 都是我上台之前 发给客户的 他能当我怎么样 我都号称要当苏宁E6CEO了 他也没敢说什么 可能就知道我当不了 当不了我也过过干颜 给大家发了福利 刚刚在开始的时候都说了 我们今天有很多福利 第一轮呢 比较浮夸一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个环节 不要笑话我 我们用一个非常高科技的 发放福利的方法 大家注意看啊 三二一 啪 大家好 这个上海 上一次 我办巡演 是2020年 有人看过吗 没有 因为也没演 前脚卖票 后脚全球疫情就爆发了 是吧 我现在就在反思 我选择巡演的时机 跟忽然选择股票的时机 是差不多的 我来反思一下 是不是 不敢选了 我现在呢 我郑重承诺 不轻易办巡演了 好吧 那海外的公司还请我 说预约 三年后可以出来了 到时候疫情肯定结束了 我说快别这么说 忽然也跟我说过 大盘不可能跌破3000点的 一切接有可能 因为我是在上海嘛 基本上所有的演员 也都在上海 不光我一个人没得演 上半年全没得演 是的 每个人都能说 五分钟脱口秀 除了上海的脱口秀演员 还一堆人 就是你们这些坏蛋 是吧 窜到我们办新节目 说呀 想看你们脱口秀演员 私下生活的样子 我们也办了 节目名字起得也很巧妙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是一个问句 没有答案啊 我们那个节目 一时聚集了 我私人气最旺的 九个脱口秀演员 九大天王 现在 在脱口秀界 人称九大淘汰天王 等一会儿 新人们也就知道 该挑战什么 让我们见证 效果天团的团灭 太快了 疫情之后真的 疫情刚开始那年我三十岁 今年三十三 这个人啊 朋友们 过了三十以后 成长得确实是特别的快 这三年 这三年我遭遇了疫情 遭遇了离婚 遭遇了忽兰 我挺离婚厉害的 你也挺厉害的 我每一天都在问自己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什么时候结束 这都是什么 可以说三十而立 三十三就不获了 人到中年呢 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能确定陪伴你左右的 只有行程满和套牢的股票 都不容易 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呢 是比较喜欢抱怨 爱说 其实上半年 应该大家过的 各行各业 过的都各有千秋吧 都不容易 所以今年呢 我们就不再强调 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了 我们今年强调 每个人都能快个五分钟 快个五分钟也不容易了 且笑且珍惜 克服万难 我们终于还是集齐了 这五十四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 他们也是经过了层层的海选 放心 他们五十四位 不是海选中最优秀的五十四个 他们只是海选中 来自低风险地区的五十四个 太过分了 今天希望 他们通过自己的表演 挽救一下我们这个行业 让我们这个脱口秀行业 脱离高风险 欢迎各位来到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大会 第五季总决赛的现场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还记得三个月前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站在这扬言 我们这一季 每个人都能快个五分钟 确实也做到了 一起节目两小时 很多观众确实呢 也是只快个五分钟 一眨眼就到个决赛 给我们改正错误的余地也不大了 下一季一定改 如果还有下一季一定改 既然到了总决赛 按照节目的传统我们也请来了突围赛的所有选手 和我们一起观看今天的总决赛 一起为总决赛的演员加油 有些演员呢 因为演出安排来不了 我们也很理解 就取消了他们的演出 排除万难 确实这几个举牌子都是比较缺钱的 排除万难 把大家请过来 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亲眼见证 这些把他们淘汰的人 是如何登顶的 黑灯黑灯 其实你拿错字了 你不知道 你放一个字 请坐 你们还准备啥呢 我们有口号口号 都展示一下吧 万灵万灵 都是冠军 好垮呀他们 难怪被淘汰 至于总决赛的领校员 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卢威老师 大盖志 我们总决赛 除了这些老朋友 两位领校员 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那就是深受大家喜爱的 经典娟山游记呢 选用限定约1%珍惜 娟山牛 就跟我们今天选大王一样 层层把关 百里挑一 所以今天获胜的选手 除了获得脱口秀大王的奖杯之外 我们还将授予他脱口秀 我的明天直通海选的资格 对不起 我们第一轮的主题 第一轮是有主题的 第二轮主题是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我们现在做节目 只能靠发愿了 我们也特意请了一位 对这期节目尤其不满的老观众 看着我们成长的观众的话 我们得听 让我们听一听 他对这一季节目的真实评价 有请